哈喽小伙伴们 我又回来了 要见老公我炫耀他的大飞机 这不什么呢 今天我就来见个比他厉害百倍的 上次去地心已经把材料都收集好了 拿上准备好的零部剑 这里每一样都不可去设的 赶紧来消费轮系下来 为了让小伙伴看得更仔细 我还特地见个空中停机屏 视野开阔还没有障碍物周挡 是最佳的地段 放上车线开工 在剑头顶端放上转向轮 用砖块延长离机身 做一个飞机骨架 一共9个长 中间位置放上驾驶座 后面装燃料引擎 再用荧光块把机身位置扩大一个 机头灯够亮才不怕夜晚迷路 机尾两侧都是斗L型 一定要堆称才不会轻斜 引擎后面装三个油箱 充足的油量储备 能让飞机飞得更久一些 两个动力沦陷补上 不然看着旋幅怪怪的 驾驶座两侧放上转轮方块 再结此个机翼 为了增加胜利机翼 我就做两层 到机身后面上脚链方块控制方向 从上往下跌尾翼 就像一个鱼尾巴可以左右摆动 别忘了尾翼两侧加推进器 这动力绝对失作 外观的装饰就基本完成了 接下来是最后的控制系统 连接动作序列器 把左右两边的转轮方块 连接到12号序列器 再把序列器连接到驾驶座 用另外两个序列器 控制尾翼的方向 同样再接到驾驶座就可以了 机翼尾翼的旋转角度 都设置成30度 左边正30度 最后加满燃料 飞机就可以起飞啊 调试一下各个机翼的动作 全部没问题就出发啊 拉满引擎 按一机翼往上台 上升到一定高度 按二机翼朝下 控制在空中平稳飞行 按三锁转弯 按四又转弯 不行 我这飞行机是我绝对的满分吧 有分心就是好 在三分钟场游民一大路一转圈 以后请教我小鱼儿飞行员 姐姐 你要能在地狱里飞 才能算金牌飞行员 哼 这有什么难的 把我的模型收起来 现在就是地狱世界 为了有更好的体验 我在地狱也铺上了停机瓶 一切准备就绪 启动引擎出发 警告 前方有障碍物 不用慌 直接冲过去 看到没 这么大一座山都阻挡不了我 在这里开飞机 地表我都能去 哎 稳住稳住 我的天呐 猫猫快看 有东西在地狱上飞来飞去 连若元兄弟都在开引擎了 快让落 让落了 怎么说 这回信了我的上天如地 上刀山下火海了吧 小鱼小鱼快下来 跟我们快快 我们也想开飞机 天呐 你们还跟着我一起回来呀 我的飞机只有一下 才不用给你们分 嗯 啊